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遏之教典》 盛司是一位高中教师 他不但长相英俊风度翩翩 还非常有才华 讲课更是幽默风趣 学校里无论是老师还是男生女生 都非常喜爱这位优秀的教师 盛司不但教学教得好 还非常公正 他对于学校的作弊 学生淋巴等等行为都深恶痛绝 莲花是该校的女生 这位学生长期受体育老师的性骚扰 每当下课 体育老师都会拉莲花进入隐秘处 行不可告人之事 盛司发现后 帮助莲花摆脱了体育老师的控制 并且对莲花温柔呵护 很快莲花就爱上了这位人品极好的老师 此外盛司在对抗学生作弊提出的建议也非常有成效 盛司在学生们心中的形象更趋于完美 可是此时学校当中却出现一些恐怖的意外事故 作弊的学生被人算计 打得鼻青脸肿 一位色怒的学生家长 莲名死在一起看似意外的爆炸事件中 此时莲花正和盛司处于不正当的热恋当中 外表平静的学校下面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一名老师开始对盛司有所怀疑 他联合一名学生着手对盛司展开调查 通过调查 他们惊奇地发现 凡是盛司工作过的学校 都出现了多起老师和学生的自杀事件 随着两人的调查深入 盛司完美外表下 不为人知邪恶的一面浮现了出来 盛司扭曲的一面 还要从他小时候说起 盛司小时候如同很多小朋友一样 父母关爱 希望他学习好 但是他的父母发现他性格过于极端 爱恨很容易走向偏锋 他母亲流着泪跟母亲商量 要不要送孩子去精神病院治疗 没想到这对话被盛司看到 于是他操刀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他还完美地伪造了犯罪现场 成功地逃避了警察的调查 自此以后顺思的人生路一帆风顺 顺利地考入了哈佛大学 在哈佛大学 他的室友是一名变态杀人狂 盛司一下找到了直音 两个人一起进行杀人狂欢 最后顺思甚至认为 室友只是杀人取乐 过于低级 干脆杀掉了室友 后来 盛司的道路依然顺利 成功取得了MBA 并进入欧洲亚投行 后来才进入日本教育界 只是老师和学生对盛司的调查 提前被盛司察觉 在那位老师独自乘坐地铁时 在吴塔尔的地铁车厢内 盛司将其杀害 同样成功地伪造了犯罪现场 那位老师的死看起来就像是上吊自杀 对于那位调查的同学 盛司直接将他关起来 先是言行拷打 最后再折磨到死 莲花在与盛司交往的过程中 察觉到了他的异样 而盛司也敏锐地感觉到 莲花已经开始怀疑他了 于是盛司开始计谋杀死莲花 他先为莲花写了一封遗书 内容大致是受不了体育老师的性侵 决定自杀 之后盛司把莲花约到天台 后将其打晕 再脱掉他的内裤 将遗书装进口袋 最后推下楼去 成功地伪造了跳楼自杀假象 可是就在盛司杀人时 有位女生不巧撞见 盛司干脆地杀掉了这个女生 杀死这个女生又该如何伪造犯罪现场呢 盛司名思苦想 最终他没有办法 他决定杀死学校里 还在学校的学生 于是杀戮开始 盛司手持猎枪 对学生疯狂射杀 后面还通过广播 骗学生上天台 他好对学生进一步屠杀 不管学生藏在哪里 不管学生如何哀求 最后都被干掉 整个杀戮过程时间长 而且血腥 一切都解决后 盛司假装被袭击 晕倒在地 之后警察来了 这次盛司却没有成功逃脱 因为有两个学生成功地逃了出去 他们向警察指认了杀人凶手就是盛司 还找到录音 记录案发的一切 其实盛司的计划 也没有那么完美 被他推下天台的莲花 幸运地摔到了草坪上 最后莲花睁开了眼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 一直等你哦